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表格的复制啊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练习 切换到个人资料啊 我们看这个 把工资表啊 这个隐藏 然后呢 再显示出来 这就是工资表 然后我们右键啊 再提名称上右键选择隐藏啊 那怎么显示呢 在任意一个工作表的名声上右键 这里有取消隐藏 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框啊 当你隐藏多个工资呃 工作表的时候啊 这里可能就有多个了 你就可以选择性的啊 取消隐藏 好 那他就回来了 这就是隐藏 还有这个显示 那呃 我们想把这个个人资料复制到其他的这个工作部的时候啊 该怎么操作呢 这里呢 我们可以点击新建新建一个啊 空白的工作部啊 空白的工作部 那我们就需要呃 保证啊 目标 目标 这个工作部打开的状态下啊 在这个工作表上右键选择复制到啊 移动或复制 直接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啊 大家看有这个呃 工作部选择啊 当你打开多个的话啊 这个这个工作部一就是我们刚才新建的吗 当你打开新建或者打开多个工作部的话 这里呃 会有更多的选项啊 然后啊 我们点击确定 那他就复制进来了 大家看这个是工作部一 大家看这个名称啊 这是我们新建的啊 已经复制进来了 这就是跨工作部啊 跨工作部的啊 移动或者说复制 刚才我们是移动所以呢 呃 这里就没有了啊 这里就没有了啊 我们右键 移动或复制的时候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建立复文 你把这个勾选上呢 它才是复制啊 你不选这个的话 啊 它直接就移动过去了啊 这个也要注意 好 呃 大家练习一下本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课课题以及笔记呢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管家课堂 在公众号里回复 Excel 2016 即可免费获得我们的课课题以及课程笔记 感谢大家的支持